今天咱们来看一下用挖掘机给大铁筒变小的全过程 好像是在变魔术 首先第一步呢咱要把大铁筒给拉出来 因为它还在建筑物的旁边 如果直接搞的话可能操作不到就碰到建筑物了 所以给它拉出来 大家可能也看得出来往外拽的时候 这个驾驶员操作不是很顺 感觉慢慢悠悠的不太会弄 而且呢施工员也站在一边挺着急的指挥着 因为呢这是一个新手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活 见到挺大一个铁筒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刚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容易滑开 很容易再回去 所以说呢它就不知道咋办了 咱还是让老师傅上吧 毕竟缩小的过程呢更难一些 老师傅上来之后直接抓着顶盖给它翻了个个 直接拉过来了 拉过来之后呢就开始戳它 让它缩小 但是呢这里需要注意的几点啊 第一不能伤害到蝉斗上的油缸 因为咱在摁它的时候很容易滑上油缸 毕竟这个油缸呢在小臂的后面咱看不到 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一点 再一个就是这种大铁棍啊 里面到处有铁 所以说比较硬 咱在干这种活的时候 一定要找突破点 也就是说哪里软咱摁哪里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咱尽可量的用斗尺去插它 先给它插的小一些 需要用斗背摁的地方咱才用斗背摁 因为你直接用斗背摁的话 这个时候斗背的受力面积大 所以说呢就不好往下压 到这个时候基本差不多了 咱就用斗尺去挤它 也就是说用推斗铲顶着 然后收小臂收铲头去挤一下它 让它尽可量的缩小 再去把一些长出来的 然后给它收一下压一下挤一下 就差不多了 然后到最后的话 咱再把挖掘机开上去 利用挖掘机的重量给它压一下 这样的话会更结实一点 好了大铁棍已经成功的变小了 如果你看的比较过瘾 给我个双击关注吧